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了解疑似是因为刹车失灵才会在转弯的时候 整个跨越了车道逆向的追撞前方车辆 连对象的轿车也被波及 那驾驶的酒测值是来到了0.23明显超过标准值 车祸也造成了两台车翻覆还有八人受伤送医 还好是都是轻伤 警方后续也将会持续来调查 详细的事发原因还有相关的责任归属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